今天讲的这个技术就厉害了啊 同样是IP Adapter 的一个更新 同样关于 Face ID 但是呢它叫 Face Portrait 也就是人脸肖像的 IP Adapter 那它的效果呢非常的棒 其实呢我觉得并不亚于 Reactor 或者 Face Swipe 或者 Roop 这样的应用 但是呢它可以做的事情是 远比那些东西要多得多 那我们之前在讲 Face ID 的时候 给大家做了一些演示 我们只能说生成的那个人物呢 只能说有积分项啊 但是呢它绝对不是完全一样 有一些人物的特点呢 不能完全表示出来 但是如果你用了今天这个技术 你会发现有一些非常有特点的人物 那么它的这种面部的特征呢 可以非常好的体现在你的效果图里边 那它比 Roop 或者 Reactor 它的优点是什么 它不单单可以参考一个人物 那你可以尝试一下 人物 A 和人物 B 混血之后的这个人物是什么特点 那这种场景就很多了 比方你可以预测这两个人结婚之后 他生孩子是什么样呢 当然这个就是属于娱乐的一些场景 你可以去落地 那像我说的这种方式呢 是单纯的换脸模型 可能它做起来就比较困难 那这个东西真的有这么玄乎吗 来看实际演示 最近IP Adapter呢 都进行了一次更新 它更新的内容呢 叫做 Face ID Portrait 那么这个呢 是我们对于这种脸部的模型呢 一个新的应用 而且效果非常的棒 并且呢 它整个的应用的成本还是很低的 因为它并没有用到 Image Coder 那也没有用到我们的 LoRa 也就是你用它 都是并不像其他的 Face ID一样 需要用到这个 LoRa的模型 那么这个东西 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呢 这个呢 我可以来试一下 可以通过这个链接 把模型下载下来 然后放到你的 Custom Node里边 对应 IP Adapter Plus里边的模型 文件夹里边就可以了 好 下面呢 我们看一下它的基本用法 这呢 我上传了一张安妮海瑟威的这个图片 为什么用它呢 因为它的辨识度是很高的 作为欧美人物 它的这个大的眼睛和这个嘴呢 可能会给人比较深刻的印象啊 所以说当我们看到生存图的时候呢 会有一个比较直观的感受 那它需要有一个前期处理 这个处理呢 之前也给大家说过啊 你需要把这个脸部的内容给它截取出来 因为它整个的内容呢 还是接近于一个半身状啊 它对于我们的 Face ID处理起来呢 可能有一些不需要的元素 所以说呢 我们需要做一个前期处理 这个你就试着来就可以了 那比方说我这切了768乘768 而且从这个顶部中间的位置开始切 并且其实位置向下偏移了100个像素 那我切出来呢 就是这个样子 完了之后呢 我会用到这样一个节点啊 叫Prepare Image for Inside Face 这个我们经常会用 因为呢 Inside Face作为面部分析的这个人工智能库呢 它对图片的人脸检测呢 会有一些特殊的要求 比方你如果是一个只是面部的图像 它会提示你检测不到人脸 所以说呢 为了保证它能检测到 一般我们会在外边给它拍定一下 加一个白边 这就是它基本的一个处理流程 处理完之后 你现在这个效果 完了之后呢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 IP Adapter Face ID的一个应用流程了 那我们加载Face ID Portrait的模型 加载SD15的视觉编码器 Inside Face这儿一定要选CPU 完了之后呢 就是我们的Apply IP Adapter Face ID这个节点 这个节点里边呢 我们唯一需要注意的就是 VR部分不要开 那么大家设定的这个权柱呢 可以开始建设1就可以 完了之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文生图的流程 文生图的流程呢 还是我们之前的那个流程 我简单说一下 第一个就是麦具为7的主模型 768x768的分辨率 Set last layer是负2 然后单独加载Ve 正向提示词 反向提示词 然后CFG的线性标读器 Inspire包的Kit Sampler 这儿这个采样器的部分呢 我依然采用了这种写式图片的 DP MPP SDE JPU的这种形式 20部的采样 那我们来看生成的这个效果 非常的棒 大家可能能感觉出来 他把这个人物的特点呢 几乎的全部还原了 你可以对比一下大眼睛的部分 还有嘴巴的部分 而且整个生成的图片质量呢 还是非常高的 所以说呢 我们觉得他的这个效果呢 其实并不比腾讯的那个Photomaker要差 大家可以试一下 那这是第一个应用的案例 其实大家在真正使用的时候呢 不用开满 开满之后呢 其实还是有点萌 你感觉很漂亮 但是总觉得好像有点过啊 有点太刻意 所以说你可以开的稍低一点 比方说呢 我们可以试一下 那我把它开的稍低一点啊 比方说我这开到0.75 按的这也可以设得低一点啊 0.75 另外噪点是可以加一点的 比方0.3 我们再来看这个效果 大家注意啊 那这样的话呢 它生成的效果呢 可能就好很多啊 就是它更像我们的麦GV7生成的这张图片 当然呢 人物的这种特点呢 就会适当的剪下来 如果你是想生成一个新的人脸 而不是让人看出它是一个高仿图 可以采用这种方式 当然呢 你还可以把这个调成1啊 让它再像一点 大家看一下啊 可以再像一点 当然呢 这个你就自己去调就可以 那你可以控制到 你认为比较合适的一个位置 比方你认为1比较大啊 你可以设到0.8左右 比方这样一个感觉 这个呢 就看个人喜好了啊 没有什么统一的标准 我们再来看一下 两个人物的一个融合的效果 是如何来实现的 那我们看下这个流程 这个流程跟刚才那个其实很像 只不过是我用了两张图 我们看下边这个流程 我们就不看了啊 因为它跟刚才是一样的 上面这个同样 我加载了一张图片 然后呢 我同样做了一个裁剪 我把人脸的部分给它裁出来了 我会把第一张图和第二张图呢 给它组成一个batch 再统一的进行prepare for inside face 这个时候你看到的 就是经过处理的这两张图片 我们可以进到我们的ip adapter apply这个组件里面 那红样我这开的0.75 这样我们来看生成的这张图片 这就比刚才那个呢 其实要好很多了 因为呢 刚才那个好像你调大调小 总是觉得不太满意 那我们从0.75调到0.8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 其实变化并不大 但是这种方式呢 你就会发现 它从某些意义上来讲 它既像我们这个人 也像这个人 而且它整体的感觉呢 还是比较协调的啊 不会是一个生硬换脸的 这样一个过程 而且保持了原来模型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呢 这是一个高级的用法 如果你希望有多张图片呢 也可以自己去试一下 刚才你也看到了 我们在用Face ID的Portrait的 这个模型的时候呢 其实既不用额外的Laura 也没有用到额外的 ClipVision的编码器 那它就是一个模型 那它呈现的效果呢 也非常的漂亮 不管是生成的人物 既没有违和感 而且能够完全展现 参考图片的人物特征 比方我们用的 Annie Hassewe的那张图片 它的大眼睛 非常大的嘴巴 在我们的这个参考图上呢 都表现得非常的突出 和淋漓尽致 而且呢 整个图片 的确不像换了换上去的 生成的效果呢 还是非常好的 所以说还等什么 赶紧试一下吧 关注我 做一个懂爱的人